HELLO 各位觀眾歡迎收看今天的ESR精英聯賽 我是今天的主播黑田幼斯 坐在我身旁的是我們的帥哥賽評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賽評CASH 對 那我要在這邊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8月份自由的聯賽呢 將會從12場增加到變成16場 就是說每個原本是每個星期二三四 那接下來就會變成星期一二三四 就是晚上之所以這樣子改的目的是 怕說選手有的時候可能沒有辦法到場 比方說要去參加什麼奇怪的集會啊 或是你突然生病啊 對 或有什麼什麼意外的話 那這樣子你可以申請 就是讓你有四次請假的機會 你只要打滿12場 你一樣都可以拿到積分 對 這個是我們這個8月開始改的一個賽季的部分 對 那團體賽的部分就是 就是LOL跟AVA的部分 他是要整隊都要到才算報到 是的 那16場是全部都可以報名的意思 但是現在 但是就會變成 你16場都可以報名 但是你報到就是只能12場 對 為了不要讓你多打一些分數 因為你有可能會 你會想說有16場 那我是不是16場都打 是不是會有多分 沒有 沒有這回事 就是你最多就是打到12場 是的 對 那也是你至少要打到12場 才有 才有辦法拿到更多的積分 對 那在 每一個就是 無論是AVA LOL 星海一樣 都是一樣都是12場 對 那我也在這邊要跟大家 報告的是我們的7月 已經有兩名自由聯賽的選手 已經晉級囉 我們在這邊恭喜他們 對 欸 配合一下 對 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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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他們 不能這樣強制賽評分營做 是是是是 是是是 好 那分別是AM戰隊的 我們的Coffee 不是Coffee Coffee Coffee 還有Sale 對 這兩位選手已經晉級 我們的季後賽也拿到我們的 1千塊的晉級獎金 那還沒有晉級的選手們也不要氣餒 我們8月份的積分是重新開始算的 是的 對 也就是說 如果你還沒有晉級的話呢 也不要氣餒喔 8月份的積分重新打 你還是有機會 只要你的積分呢 達到前兩名的話 一樣可以晉級我們的季後賽 來挑戰我們的精英喔 那我們現在來這邊介紹一下 我們的自由聯賽跟我們的精英聯賽 自由聯賽呢是 是不限資格的啦 就是說如果你覺得自己的心海呢 非常的厲害 你的手術可能有兩三百 對 你的 你覺得你的 你覺得你的實力有到那個 你都可以來報名喔 來這邊參加也是一個 還不錯的經驗喔 那每個月呢會取兩名 前兩名 你積分是最高的 那當然就是你報到會有一分 輸了就是一分 然後贏了會有兩分這樣 是 然後晉級之後 你就可以拿到晉級的獎金 你可以晉級季後賽 那季後賽呢 有機會可以爭取高額的獎金喔 如果你表現良好的話 那至於為什麼要打季後賽呢 目的就是為了要跟這一季的精英來搶奪 我們下一季的精英的資格 那為什麼要搶奪精英的資格呢 主要是因為打精英賽有好處喔 每一個精英每個禮拜都會打到三場比賽 那每一場比賽呢都是有積分的 輸了就是兩分 贏了就是三分 那每一個積分就是一百塊的獎金 是的 對那就是這個就是我們的精英賽的部分啊 那當然精英賽除了參加這個精英賽以外 還有一個就是 你在精英賽你保證就是一定是有參加季後賽的 當然在你在季後賽表現如果良好 對不是說表現不好 長照花點 因為你常常都往悲觀的方面想 想說 沒有吧 輸的話就被淘汰之類的 沒有就是如果你參加精英賽的話 一樣如果你的表現非常好的話 一樣可以是拿到季後賽的獎金 那一樣有可能會有廠商 如果你真的表現非常非常亮眼的話 廠商贊助是非常有可能有冠名贊助喔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啦 那當然除了參加自由聯賽跟精英聯賽 除了會有獎金可以拿以外 當然你的名字還會秀在巴阿姆特的網站上面喔 來我們看一下左邊 左邊的部分下面是 紅色框起來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排名啦 那這個排名的部分上面是 精英聯賽那下面是自由聯賽 那上面你點進去你可以看到 除了你可以看到自己的ID秀在上面以外 你自由聯賽上面是從你前十米 所有的人裡面前十米取前十米來排在我們的網站上 所以你在自由聯賽上面呢 你要表現非常好 就有可能會秀在我們的 巴哈姆特全台最大的遊戲討論網站上面喔 你可以跟媽媽說阿媽我在這喔 對出名出名出陶梯喔 然後這邊點進去還可以顯示你個人的資料啦 你可以多多豐富你的你的頁面 來跟大家說喔比如說你要 你要 什麼就是真女友 又是真女友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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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女友什麼 每個人都在真女友啊 我知道我在真女友 Clash也在真女友 我沒有真女友 是你要真女友 還有小剛也在真女友 對背背啦我就不知道 好 好所以阿 就是點進去可以看到你自己的個人資訊啊 這也是一個那如果你想要你聽到以上的資訊 非常想要參加我們的自由聯賽跟記憶聯賽的話 要怎麼報名呢 就是你在巴哈姆特Facebook還有YouTube上面都可以搜尋 ESR都可以找到我們 那電競網的官方網址是 www.esranking.com 這是我們的官方網站 歡迎大家來我們的網站上面來找我們的資訊 那我們現在就馬上趕快進入今天的比賽 我們請我們的賽評Clash來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的比賽 今天4點鐘 4點鐘比賽的選手是由我們ER戰隊的EVO SD使用的神族玩家 對抗我們的Black Cat EX戰隊使用的是蟲族玩家 然後地圖是來到克哈福尤島 對 一樣是三戰兩勝志 對 SD齁剛剛才打贏Black 現在算是義氣風發 但是Black Cat他也是打贏過SD 對 所以現在這兩個 最近的表現非常突出 對 最近Black Cat他上次可能已經慢慢復原了 對 所以我是覺得 我是相當期待他這個選手表現 昨天小剛也在節目中對他告白了喔 告白 有有有他說 他說Black Cat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他非常喜愛的選手 那我們也稍微爆一下點位 對 然後來到地圖 打到地圖 1點鐘方向 藍色的神族玩家 是我們ER戰隊的EVO SD 好 然後地圖 7點鐘方向 紅色的蟲族玩家 是我們EX戰隊的Black Cat 對 我們的小黑貓 小黑貓奮鬥技 好 所以現在雙方打下GL 這是Good luck的意思 就是非常禮貌 對 禮貌性 非常禮貌 對 但是在比賽中喔 祝對方或是 祝對方那個好運 這是一個禮貌啦 這是禮貌 但是請不要在遊戲裡面問候別人家的老部 這個是 有有 真的有造型 他要替你個人行為說出來 沒有沒有 我絕對沒有發生這種這種事 是 對啊 是偶爾會在天梯上遇到韓國人 然後他就講一堆很奇怪的話 然後我都看不懂 所以他在問候你啊 對 我覺得他在問候我老媽 所以我就問候回去 對 我們不要學黑田這種沒有 沒有沒有 這絕對不是我平常個人會有的一個行為喔 只是真的我真的看不懂 好 好我們深處這邊是在二礦口放下這個 水晶應該是打算一個二開的開局 好也是稍微工兵看一下是 寵庫罪是幾滴 幾滴的一個放下自己的孵化詞 對 是不是說 公從這邊 從族看到神族的工兵來這邊 是不是就不太敢裸霜 是 通常裸霜的機率就會來的比較小一點 對 因為怕說在你裸霜 你在我的二礦都蓋什麼違章建築 這邊真的是蓋下了違章建築啊 違章建築 對 就不讓你蓋二礦 對 會干擾一下這個蟲族開二礦的時間 那現在 欸 欸 SD它遲遲不下這個 這個BF啊 就是 這邊其實是可以選這個螺 假如狗石是在1分50秒之後才放下的話 其實螺霜都是OK的 安全的 對 就是看 你的這個光炮等一下是不是第一時間方 如果你不是第一時間方 先補BG 先補BG跟這個水晶塔的話 你就可能會被四條狗先溜了進去 好 對那現在來 欸 這邊 這邊稍微看到一下 大家 來明白這個神族這裡是一個二開 BF的二開 對 這樣的話 這重組就會趕快的放下自己的第三個基地 我一直很想問這個 這張地圖重組的三激利放在這邊是理想的嗎 三激利可以放上面或者是三角形 三角形那邊 這邊 好嗎 三角形的話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放上面平行啊 平行的一個位置 對 放在那裡有什麼好處 放平行的位置的話 其實我覺得 對於防守來講會來比較好一點 好的一點 如果你放三角形的位置的話 假如右側來傳一個什麼四門義攻 或者是七門義攻的快攻很難守 畢竟這個集結點比較遠 好 這邊四條狗應該要把這個工兵咬掉 好 穿進去了 這就是代表說你看這水晶腳先放下來 沒有先放光炮 然後就會造成這種狗先穿進來這種後果 對 這邊還有看到發呆的這個農民 對 SD拉工兵 你看到發呆的農民 你看到哇 怎麼那麼多隻一化蟲 開始 對 這邊被咬掉一隻還不錯 講話這邊SD一開始的節奏就被亂掉了 對這邊就是 這邊主要小野貓就是 你來跟我打 我就不跟你打 我就跑 那如果你回去採礦我就咬你 對 神族一開始假如門口是有封好 神族想開什麼路線 像什麼VR VS或者VC 想打什麼就打什麼 但是狗一進來以後 想打什麼就不能打什麼 對 想打什麼就不能打什麼 因為有可能會被看到 是 好這邊工兵一直拉就是 因為他只要拉工兵就是損50塊左右 是 對而且如果他拉開很久 那就是損更多 因為7秒才一次礦嘛 所以你每延遲7秒幾隻工兵就是虧損多少錢 對所以也就是說啦 如果像剛剛他拉幾次就是損多少次50塊 對 是 好這邊前期來講的話 這個我們小黑這裡也是打算 小黑貓這裡也是打算出個快攻啊 他就是快攻 對是沒有下二塊 雙瓦也是先放下來了 應該是要趕緊的抱一波的蟑螂 配上大量的提速狗 對像剛剛那波鑽進去是很賺的吧 是非常賺 因為已經耽誤到神族現在 連這個BY都還沒好 已經來到6分 通常是5分出頭這個 我們這個機械攻勢核心就是好了 然後就大概6分之後 決定你要開哪個路線的一個科技 對而且還打掉兩隻工兵 還讓他拉很多次工兵 這真的是非常非常虧 然後導致現在EVOSD也不太清楚 這個蟲組是要打贏還是要打快攻啊 對這邊狂戰士準備來這邊討一個真相 火力偵察 對這邊來這邊看一下 發現開礦了真相就是你開礦 看到三礦這裡 也不知道有沒有看二礦 三礦有一點農民 看到蟑螂 看到蟑螂這個是已經是準備要打一波了吧 是 但是蟑螂的話 EVOSD要趕緊有補下光炮還可以 光炮還有 有這個的確是有看到 那就要看一下這邊有沒有辦法抖下來 然後也是要加速一下這個BG纏這個哨位 有 有哨位的話就可以放幾個立場來防守一下你的光炮 對 主要是怕這個路口的水晶被點掉被溜口進來 所以還是要放個哨位來隔個立場 對蟑螂就是你口沒有堵好被串進來就完了 是 好這邊 欸這邊取消掉什麼東西 應該是取消 取消掉一個 好像取消 光炮嗎 對好像三個光炮應該是有辦法擋下來吧 對三個光炮其實是玩守的 對 這就感覺好像充足要打雙框一波 其實我覺得充足一開始其實賺那麼大的話 其實穩穩的讓自己三框滿營運 也是不錯的一個選手 喔這邊要被點掉了嗎 光炮硬點掉 為什麼不放大光炮呢 他沒有能量是不是 應該是有能量已經到一半 這邊再放下一個 有點肥意所思 好這邊後面不斷的補狗進來 好 現在才放大光炮就是這個 對他的確是沒有能量了 他的確是沒有能量 是 好 好這邊 強行的堵 強行要堵進去喔 這邊 被點掉的話串進去 直接咬公兵 直接咬公兵 不要 好直接進主礦咬公兵 對這的話 哇這邊我們USD喔 對這邊有辦法進去就趕快把他 主堡咬掉 不要衝倒上一次那個 衝穴的復測囉 對那現在SD他家裡沒有兵可以守啊 對沒有兵可以守 只有一隻追劣 只有一隻追劣跟媽媽球 那這樣子是沒辦法的 好 好這個主礦這個只要咬掉就是賺 咬掉的話其實 可能這神族不知道怎麼 有沒有辦法咬掉這個 有差一點點 應該咬不掉了 咬不掉啊 這個很可惜啊 現在重駐就是開放下去第三個基地了 開始可以打一個營運 哇我看剛剛那個二塊沒有打掉是不是有一點不太 其實還好因為 畢竟這個神族這個節奏已經完全亂掉了 完全亂掉了 所以空檔時間其實神族一直在擔心要怎麼防守 對那家裡有什麼 主動全變來到我們這個 重組這裡 但是家裡他家裡好像也沒有什麼BG只有兩個 雖然開門了但是還是只有兩個 現在重組能做的事就是一直刷這個 刷我們的農民啊 一直刷農民 讓自己的經濟建立起來然後想怎麼打就怎麼打了 對我們來看一下雙方經濟喔 雙方經濟是現在是 一波SD應該是要打算一個三不朽一波 雙方經濟現在反而是SD占上風欸 對稍微占一點上風喔 就是多幾百塊這樣 但是現在這樣 我覺得小黑貓這裡的判斷是有點 其實他剛才不要再繼續補這些兵應該是要 應該要刷一波攻兵 對 畢竟也看到對手的一些像VR線或者是光炮也補齊了 對那現在這樣 因為他門口也有不少光炮啦 是 所以要打進去也是一個非常不容易 而且三個不朽只有蟑螂的話是很難解決的 三不朽的話也是要建立於大量的蟑螂跟大量的小狗 不然的話就是要刺捨這項科技 那就要看欸這邊是要推出來了嗎 好像沒有欸 小黑貓自己家裡的經濟好像也不是說很好喔 對因為他 剛剛打一波兩波 對注重於這個暴兵啊 對都沒有打到什麼效果 稍微的落後 哇我們現在可以看到我們的神族 人口數已經反超了 這邊立場不錯 放的不錯 藍絕對一些蟑螂 對這些蟑螂完全跑不掉了 被不朽一直打 好這邊EYSD應該要抓這個timing點 應該要趕快反退一波喔 因為現在它是 這一波 這一個時間點是恰當好處的 恰當好處的 對 那就要看一下我們 這邊是要的確是要反打一波了 但是 我們看一下小黑貓家裡好像 沒有要做什麼 他現在在生產刺蛇 但是剛才送掉那一波蟑螂真是有點 對完全不知道對方要反壓喔 是 好在重開上應該是可以發現 然後這邊 小黑貓應該要 先把自己的兵力續起來 對要忍耐喔 因為畢竟他有一個臨境 臨境傳兵的話還是比較 對但是目前小黑貓家裡 兵真的不多 應該會堵一個立場讓傷況掉 讓這個對手傷況掉 對你想要來救喔 就要立場把你封起來 就沒辦法救這個 對因為不許有打這個 這個建築物是中甲 不許有打中甲 是很快的 是 好這邊 神助的兵力也是續了起來 越來越多了 對 這邊立場也放的 差距有點大 對這邊立場放的不錯 雖然拖了工兵 但是這個 這個緩球 放的還相當不錯 那現在雖然蟲族是有一個包夾的事態 但是兵力是遠遠不夠的 是 是 那這樣子 神助部隊一路壓進來 我們的小黑貓打下了GG 打下了GG 那恭喜我們EVO SD拿下了這個第一回合的勝利 對我們來請我們的Cash來講解一下 剛剛那場比賽是為什麼 小黑貓會輸呢 我覺得小黑貓太急著要把他打下來就是 其實他在第二波又成功穿進去的時候 其實考慮那一波就直接再繼續的刷農民了 讓自己的經濟建立起來 畢竟他的不朽科技也是慢慢的要成型的 如果你只是在注重於這個蟑螂跟這個異化蟲的一個配兵組的話 其實很怕這種不朽三不朽的一波 對 對 他剛剛一開始有成功溜狗進去 有賺到 然後心裡就一高興 就想說我要贏了我要贏了 太急著打下來 然後我們的EVO SD這邊判斷也是很好 就抓著說你前期報了這麼大量的兵力 然後沒有把我打下來 而且我的工兵還是兩況蠻引運的 所以藉由這個機會馬上的反推一波 對 剛剛其實有一個地方我覺得相當關鍵 就是說他那群狗在咬他竹框的珠寶的時候 我有看到他有回來 EVO SD他的兵回來救的時候 那些狗有回來反咬一下 所以就是說如果剛剛那些狗繼續專心咬那個珠寶 搞不好那個珠寶掉了 講話神竹這邊還要等自己的珠寶建立起來才敢出門 對這樣子可能小黑貓還不會有那麼大的一個劣勢 因為就單況的話就算是20隻農民的話 也僅多一分鐘才900多塊八九百多塊 對 所以剛剛我覺得這是一念之差 對就是差那麼一點點 小黑貓就是蠻可惜的 另外也就是說他可能太心急了 他急著要進攻 其實他這個選擇是 他一開始六條狗 六條的抑化蟲鑽進去以後 其實他選擇開三礦把營運補滿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對就是不要打一波直接擴大自己的優勢 因為一開始狗進去自己就已經有一個優勢了 對 不管是偵查或者是騷擾都是還不錯的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雙方選手是否已經就位了呢 好 雙方選手已經進入了讀取畫面 這邊是 第二張地圖是 紐柯克管轄區 那一樣是我們的 Blackcat對上我們的EVA SD 我感覺我們的小黑貓 最近幾場比賽打得很有機會 就差那麼一點點 是 對但是每次都沒有辦法打下來 我覺得他大局關可能需要再 對再加長一些觀點 對 其實他的操作跟他的想法是還不錯的 是的 有一些像那個衝動失敗啊 剛剛那個珠寶沒有咬掉 怎麼每次都是珠寶沒有咬掉 對每次都是珠寶沒有咬掉 好 好報一下點位 來到地圖的 這7點鐘方向 藍色的神族玩家是我們的EVA SD 好 來到地圖的5點鐘方向 紅色的重組玩家是我們的Blackcat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小黑貓 對上我們的SD大隊長 是 大隊長 他是SD他的S是那個 STAR 對STAR 然後D是DARK 所以是 DUNK DARK 黑暗的意思 所以說他是EVA STAR就是邪星暗 對 邪星暗 所以才被說成邪星啊 邪星 是 但是他打法不邪星 是 對 對 打法其實還 還不錯啊 最近還蠻多變的啦 對 之前是兩個大招啦 然後最 剛剛是 兩個招 是 都是 一個是贏刀 一個是野VS 一個是野VS 對 去打死Black 對 那Black 應該 應該剛剛第一場也是被搞到 非常的 心中非常的興奮 我覺得他輸了這場比賽 應該有點不滿 對 對 好 看一下這隻 這隻探測機也是稍微看一下 對手是要放個大招 好 這邊是看到很多工兵應該是沒有要放大招了 是 還沒看到FULARC 那就是神助這邊應該會安心的裸霜 好 對 應該會裸霜啦 是 會不會打保守一點 比如說我要像 因為他現在剛剛被磚狗搞不好會怕 其實這不是主要的影響 是主要裸霜後你是怎麼 先後放這個建築物的順序是有差的 好這邊在機前的300多塊快到400塊 這邊的確是要進行一個裸霜了 是 那小黑毛這邊 這次有沒有下建築物好像沒有 我們來看一下蟲竹的二礦 蟲竹的二礦是沒有 沒有做一個干擾 對剛剛沒有阻擋的 因為畢竟他剛才會下那個水晶 所以家裡又先放水晶 所以他沒有時間先補光炮 對 所以就剛剛被穿狗 所以狗就會穿掉 所以是他的 剛剛之所以被穿狗 是因為他有在蟲竹的二礦下水晶 對有下水晶 家裡又先補水晶 所以他這個 這光炮來的會比較晚 所以就是差那個100塊 像他現在先補個水晶 先補個水晶 先補個水晶 就可以堵起來了 就可以順利堵起來囉 這是一個選手一個習慣 先一個習慣問題 好 所以就是 好就是這個12馬上補下光炮 這是一個重點 對 好 有錢了 有錢了 補下光炮 好 然後他這個小乖先放一個預留 銀願損失37塊錢 對 因為 我覺得這個也是他個人自己的習慣 他之前打 打孟斯特也是有這樣做 他第一場被流進去 第二場都有這種習慣 會怕 這人還是不要太囂張 還是保守一點比較好 保守一點 還是也是要記得取消 一開始兩BG乾脆傳兩黃山四川 好 我們看到小黑毛這邊是下了三礦 這邊是已經 因為王重在那邊已經是看到了 是的 好 所以一開始的話 這樣的話就是神柱想怎麼打就怎麼打了 想放什麼科技 然後這邊衝出去 他要在 等一下的時候做良好的偵查 不然的話可能會被神族給 針對到或者是 對 要飄王蟲喔 這個王蟲 偵查是非常重要的 對 要不然就沒有畫面 沒有畫面就沒有真相了 好的 對 我們當然不希望畫面是一片黑的啦 好 那來看一下這邊神族這邊是快樂的在營運 然後蓋下了自己的機械控制核心 一隻狂戰士 一隻狂戰士是跑出去要偵查了嗎 這是一個火力偵查看有沒有三礦 對 如果沒有三礦的話就像剛剛一樣 小心要被打 對 要趕緊的放下自己的光炮 對 要趕快放下三個喔 一定要三個 對不能兩個 就是三個 那 那這邊非常非常快樂的在營運 雙方是開心農場在農兵 不是農兵啦 農民 對 好那這裡 四隻小狗是打得贏一隻狂戰士喔 這邊操作非常不錯 不過操作的話四隻小狗其實都是紅血 對 可以紅血啦 對 還有這邊三隻 損之損之一隻小狗其實還不錯啦 但是 正常來說四隻是可以打死一隻狂戰士 可以無損的 是 這邊 我們 EVSD選擇四門一攻 四門一攻喔 就是說 你趕快提升你的一攻 對 然後你傳得多 四個傳送門主要是 做一個小坡的殺老 然後看要自己 轉出 科技 或者是 轉出自己的三礦 就開出自己的三礦 對 那這個一攻是要 主要是狂戰士嗎 對 狂戰士為了打小狗 打這個一化蟲是兩下解決一隻 對原本是三下三下一隻 那現在是兩下一隻 那這個是還算是很痛的 是 我覺得差很多啦 好這邊 小愛貓技術性很好 因為這邊很長這個 我們神竹威野水晶啊 就是技術性很好的在這邊做了看點 但是 運氣很不好 運氣很不好是因為 在咬在咬 有在咬 對在咬 我以為他要下去了 對 好這邊有一隻的 那運氣 運氣雖然很不好 運氣雖然很好發現了 但是 但是沒有打掉 那這邊的一開始 狂戰士可能會傳一波 但是我們小羊貓這裡是有 90張種子在生產的 對這邊已經看到你的水晶 準備要來了 那這邊 四門運功是沒裝的東西 但是四門運功其實 就算沒裝的東西 不要繼續的傳兵還是 還是可以回去營運的 對還是有得打的 還是有得打的 但是就要看一下 會不會像剛剛小黑貓那樣子 對 一直不斷傳兵 一直不斷傳兵 不斷送兵 對不斷傳兵 不斷送兵 好這邊 媽媽媽不要掉 不要掉 好這邊放了一個環球還不錯 但是現在趕快把部隊拉出去 好這樣子應該是可以 沒有事情守下來 好媽媽要控 媽媽要控 不要掉不要掉 哎呀還是掉了 砍掉一隻的後蟲 好 這主要是讓蟲組 不要太爽的這個 補公兵啊 讓蟲組的一些軟化費在這個蟑螂跟一化蟲身上 對喔出門前不要忘了家裡還有 在旁邊還有水晶喔 不要忘了打掉 好那這邊 這邊蟲組是可以選擇一個 給予神主一個壓力啊 給予一個潛壓 對居然敢來打我齁 還打死我一隻媽媽 現在讓你掉四隻狂戰再加一個水晶看你怎麼辦 好這邊蟲也是看到有這個巨像科技 對這邊是神主主要是走一個VR 現在要走一個巨像 但是這個機械研究所 有在升級這距離加成 對也有在生產巨像 我剛才忘記了 等下徽戰會很尷尬 怎麼巨像 會噴到我 對 那是不是現在蟲組是不是家裡就要自己要下那個 螺旋塔 但是好像都還沒下是不是 對這邊下的是刺激的受訊 其實看到神主放下自己的這個巨像科技有兩種選擇 就是大量的蟑螂或者是趕緊的放下螺旋塔 為什麼大量的蟑螂 因為大量的蟑螂的話以數量來做一個取成 因為畢竟這個如果剩下這個巨像科技的話 畢竟神主的部隊會相對有一個時間點是來的比較少的 所以很怕大量的蟑螂 可是有大量的蟑螂的話是不是要趕快打 趕快打什麼 對就是要早期打 對就要早期打 就抓巨像的那個距離就是兩隻以下的時候 而且數量也少 對是 而且也沒有那麼多立場的時候 因為蟑螂是 大概這個時間timing 大概12分組的這個timing 對因為蟑螂很多的時候可以用巨像 可以用立場來擋 那如果到後面的話神主的立場就很多了 就很難 所以這邊要趕快來壓一波 好 這邊神主是選擇巨像開礦 巨像開礦來轉出 等一下可能會 三巨像先壓一波 或者是放下自己的VS險 那蟑螂這邊也是 這個部隊量好像有一點多 是準備要來進攻了 相對來講的話 蟑螂的 其實這張圖 好這邊準備要進攻了 這張圖來講的話 那只要神主或者人類 這三框一開好的話 其實對於蟑螂這進攻方來講 是來的比較吃力一點 因為地形沒有什麼優勢 對因為旁邊還可以做一個建築學 對他可以做一個建築學 變成一個窄口 所以蟑螂不好做一個包夾的動作 對就變成你沒辦法包夾 好這邊要進攻了 這邊 巨像要拉往後拉 對 那放立場就退 不要硬鋼 好 硬鋼 是 好 對但是蟑螂是這邊要 在拉正行 這邊是要做一個包夾了嗎 是 好 好這邊立場不錯 這邊立場打的還 放的還不錯 巨像差點被點掉 對現在巨像的數量來到三隻 這燒起來是刺舌是有點痛的 是 然後這邊的話 蟑螂可以選擇在前線 不要送兵就是給予壓力 然後在家裡趕緊放下自己 就是 就是 產下自己的腐化飛蟲 對 趕快找腐化飛蟲 來巴頭 是 好巨像來到四隻這個數量就有點多了 來到四隻 真的很難打了 很難打很難 很怕反推 因為現在雙噴這個組合 就是很怕巨像這個組合 很怕巨像 雙噴天生就是怕這種 三到四隻以上的巨像 對 還是要開始要做一個腐化飛蟲 對這邊螺旋塔現在才快要好 是 那這樣子 剛剛屬的那些是不是有點不太值得 是 好像沒有 好像沒有 沒有打到什麼東西 也沒消耗到什麼東西 所以基本上是 不太值得 等於說是 那是蟲族也是藉由這個機會 把自己的四框也營運起來 所以就等於說你在前面壓我 對 掩護我後面四框 對 那這樣子 欸蟲族 我們可以看到蟲族已經到了200人口了 是 哇這個 我們剛剛都沒有注意到 現在現在 因為蟲族的營運現在 蟲族到了200人口的話 要趕緊把自己的科技 還有自己的工房提升起來 對要趕快做一個叫 現在才開始提升自己的一公一房是很晚的 對 因為深圳現在的工房應該是來到了二公 二公喔 那這樣子有點難 是不是有點難打 因為 就算你工 如果你工房出的話 就算你部隊量再說 再多 還是有可能會被消耗殆盡了 好這邊蟲族這一隻小坡的蟲 準備要遭殃了 上面的 上面部隊有辦法往下來回救嗎 這邊 蟲族有大量地下 可以退回地上面的蟲蟲 往後跳 上面的 這個是要準備做一個包夾嗎 這邊要準備要下來了 好包夾 輔飛數量不太夠 可能會被點掉 對 這邊 這邊稍微拉扯一下 好 神族並沒有走入這個陷阱 對 輔飛數量還是要來到八隻 八隻至十五隻左右 會來比較妥當 太多也不好 太多你發現 巨像解決掉 就不能解決這座列者 好 這邊 選擇一個位置還不錯 對 這個開戰的位置對神族來說還不錯 那蟲族繞後面準備要做一個包夾 但是現在好像 好像沒有辦法 因為前面部隊全部都被吃掉了 後面部隊包上來好像也沒有辦法 取到一個什麼作用 那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下面這個 腐化飛蟲也沒有在打巨像 發呆啊 哇那現在蟲族的部隊全部都被吃光了 蟲族的蟑螂真的是升的有點太多了 對蟲族的太多 然後後面 輔飛真的太少了 是 那我們請我們的賽評Clash來講解一下 剛剛那場比賽呢 是 對我們看一看 看到小黑貓其實他很快就達到200人口 但是為什麼剛剛那場會輸呢 因為小黑貓的配兵組合也是以大量的蟑螂為主 他刺死也不多 然後腐化也不多 輔飛也不多 所以導致說他的對像這種巨像 就是四肢巨像配上這種大量的作業獵者的話 是來的比較難看 而且深處也是選擇一個很好的交戰地理 因為那個三晃處那個斜坡口是對於這個 明明對手是一個防守方 可是無法做一個防守的姿態 因為他是在斜坡上面的 對 所以我是覺得剛剛那波送兵也是送太多了 對送太多了 明明他在開三礦去打 應該 但我是覺得說主要是 就是可以給他壓力但是不一定要交戰 對 就是讓神主不太敢補攻兵 然後一直刷兵 對 但是剛剛我是覺得配兵組合也是一個 像剛剛那個雙噴都被立場擋起來了 然後被巨像一直燒啊 然後你也沒有浮飛 是 我是覺得這樣 這樣換起來剛剛那波真的送很大 然後又沒有換掉什麼 非常可惜 你是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重要的地方 其實畢竟他一開始這個四門一攻也是有守下來 其實對於從主來講是 可以很安心的自己補自己的農民的 對也是 還不錯 一開始有守下來 對有守下來其實那邊做的還不錯 對 但是後來就是 我覺得他還是一樣跟剛剛一樣照進了 是 那打不下來又送很多兵 對 然後幾乎是跟第一場 差不多的情況 是的 對所以 對 那還是相當可惜啦 對 比如說我就是覺得他差在配兵組合跟攻防上面 是 還有剛剛那個開戰的地點 對開戰的地點 對 他攻防其實來到了十幾分開始生一攻一防 開始生一攻一防 其實對從主的攻防來講是非常的晚的 而且 我們深圖這裡是已經有兩攻 兩攻的話 不管是巨像或追獵者 然後 以追獵者來講的話 打這個 小狗變成 從四下 調整為三下 可以解決掉一隻 其實這攻防其實差距很大 對 那我們在這邊一樣恭喜我們的Emo SD 這個 剛剛 欸 剛剛是不是也打贏Black 是 他今天又打 現在又打贏小黑貓 他今天狀況非常好 狀況非常好 我們還是一樣恭喜SD 他今天連勝兩場 是的 對 非常恭喜 要拍手嗎 好 恭喜恭喜恭喜 好 好那我們在這邊跟 一樣跟大家報告一下 8月份 我們一樣 我們的自由聯賽是改成了16場 那我們 8月的 8月還有兩個晉級的名額 請大家還 還沒晉級的選手請不要灰心 我們的網站也即將改版 改版 對就是我們的網站 我們官方網站 ESR的官方網站 快要改版囉 那改版就會 就 當然 我覺得這個跟遊戲平和沒有關係 我們改版是 我們會增加我們的VOD 放在我們的網路上 對 那參加我們比賽的選手呢 一樣可以在巴哈上面可以看到你的名字喔 所以 請大家 想要參加我們比賽的玩家們 歡迎來我們的官方網站 網址是 www.esranking.com 對 另外這邊還有一個 跟星海比較無關的訊息啦 這是我們的 IESF 國際 國際電競大賽 對 IESF 國際電競大賽 現在總算念順了 這是我們的AVA戰定之王喔 我們是有跟國際接軌的 就是ESR是有跟國際接軌的喔 歡迎大家來參加我們的AVA的戰隊聯賽 對 也希望哪天這個星海也可以跟國際接軌 對 比方說我們的選手啊 如果強一點的 比如說我們來找 我們可以找 國外的選手 知名選手來定 不是 不是 做個表演賽 來做個表演賽 或是讓我們的選手來挑戰一下 對 我覺得這是非常可以的 或是我們可以找我們的選手 出去打比賽之類的 也是可以 這個也是有可能的喔 所以請大家 不要 不要 好 請大家繼續支持我們的ESR電競 對 關注我們的比賽 繼續關注我們的比賽 我是今天的主播黑天佑斯 好 我是賽平Cash 那我們晚上還有比賽喔 我們請我們Cash來介紹一下 我們晚上的比賽 晚上的比賽呢 8點鐘的比賽是由我們的EVOSD 對上我們的FlareMonster 大魔王喔 對 還有我們這9點鐘 是我們兩個精英很強的選手 是我們的Black小黑 對上我們的FlareMonster 對 兩個很強的選手要準備要對戰喔 好 那請大家繼續鎖定 我們晚上ESR的精英聯賽 那我是 我剛剛介紹過了 我已經介紹過了 你不要再重複 好好 對不起 好好 那我們晚上再見 拜拜